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9月26号的直播集锦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周一啦 Magspin 痛苦啊 就像咱们都要上班一样啊 这节目名字起的到底在内涵谁呢 这周一啊 DJF不知道干嘛去了 DK也不在 C啊 他也不来了 Sashimi呢 也回日本了 还能看谁呢 哎 来看牌吧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这是一个五人池啊 翻牌K87两张草花 Mr.Girl拿到了一个卡顺听牌 而小帅Nate Hill啊 在装备拿到顶队 顶队打300 对手做了拆阔 转牌呢 还是一张K 小帅 小帅拿到三条 小帅拿到三条 底是1300 小帅 打出700刀 Mr.Girl竟然还跟了下来啊 执着于一张9吗 最终盒牌呢 一张黑桃3 这张黑桃 也不知道对于Mr.Girl来讲 有没有帮助啊 哥先生直接是过了 合牌 合牌小帅 打出一千刀的价值 而反手呢 高先生是直接喊出了O-in 哎呀 看到对手O-in呢 Nate Hill以为对手拿到了铜花啊 在埋伏自己啊 可惜了 三条K 直接盖掉了 果然是Max Paymonday啊 一上来就充满了痛苦 对手还亮出了Bluff 嘲讽自己 接着来看这手牌 Nick A 圈钩枪口味夹住到500 朱利亚拿到一对K 在后卫紧紧选择了跟住 想把KK藏起来吗 而这个翻牌真是绝了呀 你可以很难想象到自己落后啊 顶对圈先手过牌 朱利亚后卫直接打出一个满持 单挑的话 KK这么玩 似乎真的挺致命的呀 对圈啊 对钩这样的牌啊 很有可能会死在自己手里啊 你可以想了想 反手一个跟住 来看转牌 一张S的话 或许能给 你可以省点钱 一张方块6 继续过 对手后手还剩2000 朱利手里有3000啊 将近一个满持 想象着对手 如果是用一张圈跟住的话 朱利可以打了 但他同样也会担心啊 对手手里是否有6 朱利喊出O-in 在我看来的话 你可以应该很难拒绝啊 想着如果真的朱利手里是A圈的话 没道理翻钱不加注啊 你可以表示哎呀 怎么感觉这老姐姐手里的牌好像踢脚比我好啊 这确实是一个糟糕的跟住 但同样也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跟住啊 完全没想到对手会慢打KK 合牌一张红桃酒 那么恭喜你可以直接输了个金光 在我印象里 朱利尔在哈斯拉应该是输多胜少吧 哎呦呜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输上头了 夺门而出吗 这门应该是往里拉的 这哥们一推呢 直接给玻璃推碎了 我可这是得多大的劲啊 吓一跳 夺门而出呢 是让你赶紧拉开门赶紧跑啊 可不是让你把门夺走 行吧 反正哥们今天晚上在你这输了几千刀 就当赔你的门钱了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朱利尔拿到一对六 加注到了两百四 尼克老板K圈方块 在他身后做了三半 PTF拿到一对十跟了下来 Mr.Girl58黑桃也选择了跟住 私人池 翻牌A58 谁的58两对啊 Mr.Girl的58两对 而尼克老板这牌 也不甘示弱啊 一手K花挺牌 K花挺牌 后卫翻后 打出 嗯 这打400吗 主打一个 不让你好好看牌 那么PTF这边被盖一顶帽子 又面对着三个对手 可对十 400刀啊 400的话 估计还是会看一下牌吧 但他很有可能会吃到 Mr.Girl的加注啊 第两对反加到了1600 朱利亚跑路 来吧 no gamble no future 该跟还是得跟的 好 那么PTF可以走了 来看转牌 今天 这核冠怎么看着眼熟啊 这核冠并没有穿 Hustler的工作服 客串的吗 转牌方块切 哎呀 可怜的两对就这么被反超了 而狗老板完全没预感到危险啊 特上还在拿价值 又或者说 他并不喜欢这第三张方块 他同样在担心 对手的牌力有所提升啊 希望在特上结束战斗 不过我只能说你想多了 Slow roll Monday 周一局呢 是鼓励大家Slow roll的 怎么羞辱对手 怎么让对手的痛苦最大化 怎么来啊 19,000 dollar pot 19,230刀的坡 恭喜Nik老板啊 直接拿下 继续来往下看 Cerk大盲位一对八 加注到了200 三个跟注 四个人的战斗 翻牌圈 七九彩虹面 圈 两家拿到顶对 Nik老板现在凭借着踢脚领先 Ker的话 有一个后门的红桃 铜花听牌可以去追啊 但是他并没有跟 那么两家圈单挑 结果呢 第四张圈竟然还掉了出来 这手牌 Mr. Girl又要被拿捏了呀 底时目前2600 来看看最终会是多少 Mr. Girl继续过牌 这是一个后门的铜花面啊 后门的铜花面 真的不如前门的铜花面那么劝退 盒牌 Nik老板只打了1500刀 他没想到对手是真的有圈的 结果还好 那么这手牌 Mr. Girl啊 输的不算太多 来看这一手牌 NikioA圈 加注到了320 啊 这Mr. Girl啊 啥牌都打 三个人的底持 翻牌 9钩圈 两张红桃 又喝 这Mr. Girl在后卫 这是直接拿到了天顺啊 这手牌 小帅可能有大麻烦了 小帅顶对顶踢 先打了400 Mr. Girl仅仅一个跟注啊 他一点都不急啊 转牌 又是一张9 小帅手里还剩2680刀 特上小帅只要再下注啊 估计他就要吃到家注了 这牌发的 1700的坡 Nikio打出800 9一开的胜算 这手牌 小帅凭什么能赢啊 一张圈呢 甚至是一张9 来吧 O in 6000刀的底持 来看合牌 这牌发的今天这牌桌上最惨的 果然是Mr. Girl啊 怎么打呢 都能被发死 Fuck River 拿到这种牌 谁来也没办法 这种牌谁也逃不掉啊 对手如果是个深仇呢 看到攻队啊 顺子可能会保守一点 对手又是个短仇 你说你怎么可能的不推啊 哎 来看这一手牌啊 P.F一圈加注到了400 抓位的Mr. Girl K10红桃仅仅选择了跟注 翻牌 红桃有两张 不过说实在的 今天晚上Mr. Girl 运气 好像是差了一点 童话听牌 后卫下注500 P.F这是 flop上直接过了吗 反手 一圈一个跟注啊 转牌 草花8 牌面发的呢 是非常的和谐啊 站上Mr. Girl再打一枪 应该是要结束了吧 A圈似乎很难跟得动啊 想啥呢 P.F 也能理解啊 P.F总是这样啊 即便盖牌之前呢 他也得磨叽磨叽啊 这 哇 他拿A圈直接是在 车上推了出来 Mr. Girl 手里一手花顺双筹 想都没想 就直接接了 那么 哎呀 你还别说啊 P.F现在竟然还是领先的呀 他本来想着一个 欧印 打掉对手 他肯定想不到 他现在的A圈啊 还在领先 这什么鬼啊 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刀的底池 最大竟然只有一手A嗨 来看这一手牌啊 Durby拿到了一顿A 仅仅加注到了三百 也对啊 三百刀啊 这张桌子忙住级别呢 才十二十四十啊 P.F八十 草花跟住 Mr. Girl 三 哥 草花跟住 来看 翻牌 三十 狗两张方块 哎呦 Mr. Girl 拿到 狗三 两对 咸鱼这是要翻身了吗 抄队翻后 继续打 应该会打吧 你才发现吗 D.G.F 哎呦 对呀 听到这个声音 我才反应过来啊 我说D.G.F上哪儿去了 他在解说席上呢 Durby这边下注四百 P.Def 呃 这是 一个中队啊 选择call了下来 那么 Mr. Girl 我觉得可以夹住了 直接打出两千四 Durby后手 一千九百刀 他需要 用自己所有的筹码啊 才能跟得动啊 终于是 让Mr. Girl 看到点回头钱了 你看我就说吧 P.Def盖牌之前呢 永远都得磨叽磨叽啊 这一个中队是不可能call的 六千两百八十刀的破 来看看结果如何啊 这不能再被发死了吧 一张Ace可以让Durby反抄 一张圈或者K呢 可以提升Durby的胜算 OK 转牌 反块七啊 哎呀 这给到了Durby一个 后门的铜花听牌 然后还发了出来 哇靠 Mr. Girl啊 这有多惨啊 一领先就被发死啊 这还能玩得下去吗 这就好像你打麻将啊 你一听牌别人就糊 你一听牌别人就糊 这咋玩啊 来看这一手牌啊 翻前没人加注吗 比较和谐啊 四人池 嘿呦 翻牌两张K啊 朱利亚 这几乎是无敌了 三条K只敢打100 这哥们儿 这啥牌跟的 转牌呢 一张草花6 58不同色 镇上朱利亚再开一枪 300刀啊 游戏竟然还没结束啊 58不同色 这是有想法啊 我觉得他可能 想不到朱利亚有K 最终合牌呢 一张草花4 后门画面来偷 后门画面 Flob上凭什么跟住啊 特上为什么会过牌跟住啊 合牌打900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朱利亚他要干嘛 他要盖牌吗 我已经不会分析了 这牌 估计哥 其他人的话 应该是盖不掉吧 真会去担心后门花吗 又或者说 他在担心自己的踢脚 这个盖牌真的是有点给我整不会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 Derby枪口位90加注到了140 紧跟着四个跟住啊 翻牌好像有人拿着一对石都不加注 翻牌A34三张黑桃 Nick老板中赛 而PDF这边呢 有一张小黑桃啊 也不能算小吧 但是头顶的大帽子还是挺多的 Nate Hill命中顶顿下注300 三张黑桃的牌面 他是真的不喜欢 转牌 草花圈 这可是个三张黑桃的牌面啊 稳着点吧 Nate Hill 可怜的Nate已经听了死牌 但是他还是要决定来猛打 这个目的性也比较明确了 对手如果没有黑桃 或是一张小黑桃的话 就赶紧结束游戏啊 尼克老板继续跟下来 哎呀 盒牌一张方块A死啊 完了 这给Nate Hill套死了 Nate Hill后门拿到顶三条 而尼克老板呢 凭借着棋手的Side 3 做成了葫芦 三千的坡 尼克老板打出了2500刀 换我可能会打的更大一点啊 因为这种牌面基本不用担心 什么A圈这样的牌啊 大家都是拎不住持啊 你凭什么拿一圈啊 对不对 最终Nate这边应该还是要盖牌啊 他说他是打算盖牌了 啊 还是跟了 太坏了呀 Slow Row 你有Ace 啊 我竟然比Ace还大呀 来看这一手牌啊 翻牌已经发出来了 267两张草花 我靠 这是个超级战斗面啊 Nate Hill六七两对 呃 皮特老板这边是一个 这是一个 哎呦 童花顺的听牌吗 三五草花先手 加注到了1400 尼克老板呢 A花听牌呢 在装备跟住 紧跟着Nate Hill做了三拜 这个三拜呢 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呢 是你要是草花牌呢 你就赶紧给我走人 你要是什么 27这种牌啊 那你就要被我拿足价值了 皮特还在思考自己的这手 铜花顺听牌啊 要怎么运营下去 4000刀的话 欧印吗 皮特直接推了 看到一个300一个欧印 那么 尼克老板要怎么来选择呢 基本来说啊 能见得到的就是什么 赛层二啊 他六七两都是这样的牌啊 这种牌面推出无印 会是跟我一样 草花挺牌吗 最终 尼克是 瘟掉了 Nate Hill跟住 那么 今晚最大的底池诞生了 来看看 究竟谁的运气更好一点啊 he likes to exploit me but he has a real hand and so does he and uh I'll tell you what I had after and if it comes I'll tell you what I had after they both put in 12,000 哼哼 yeah good read they have real hands yeah Vartucci给了两位对手 很高的评价 哎呦 这一张转牌 哇 这 铜花顺呢 关键是 尼克老板的 ACE铜花 竟然 已经走了 哇 他真的是躲过一截啊 尼克老板第一反应 哎 被一首小铜花给干掉了 然后第二反应 我靠他竟然是铜花顺 我打的也太漂亮了 这手牌真的是有点戏剧性啊 如果盒牌掉的是一张六或者七 那就更有意思了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一期视频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觉得还算精彩 记得给龙凤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这是啥子 请不亲喜欢家 请ả긴 gin 给他30分钟 给他30分钟 好